在日常的生活中 男性对于那些身材丰满 性感的女性总是会多看几眼 在性生活中 女人身体的某些部位对男人也充满着诱惑 因此在性爱的时候 男性也会毫不犹豫地去进行抚摸 但是你知道女人身体哪些部位最为敏感 最渴望被男人抚摸吗 一般情侣在一起一段时间后 就会有肢体上的亲密接触 因为干柴烈火情到浓时 自然控制不住 亲吻和密切接触 是生活中密不可少的 两性生活除了亲吻嘴巴 亲吻对方这四个地方 更能激起双方的欲望 一 额头 额头吻是一个发乎于情 指乎于理的行为 看起来让人很温暖 男女对爱的表达不一样 但人生活中在强 也会偶尔撒娇 想要有男人依靠 特别是当女人碰到挫折时 也特别希望有个男人照顾自己 而额头吻就能让女人安静安心 让女人感觉被在乎感和宠溺 二 耳朵 耳朵是最容易敏感的部位 男女谈了很久的感情后 都会想要有进一步的发展 但又会害怕对方厌恶和抗拒 而这时候从耳朵亲吻最好的办法 既能表达自己的爱意 也能看看对方的反应 会让人觉得非常浪漫 并且有欲望的感觉 三 舌头 舌吻就是爱欲的直接表达 好久没见的情侣 或是热恋中的情侣 直接的亲吻更能感受对方的气息 更能传达浓浓的思念之情 还有就是女人闹脾气时 男人霸道的吻会直接让女人安静 四 博调决定是斗车机 亲吻脖子是性欲的表现 更是亲密关系的表现 也是一种调情的方法 亲吻脖子能让自己和对方兴奋 也能让对方愉悦 但是亲吻脖子也充满了危险 可以适当调情 但不能长时间亲吻 要不然会让伴侣陷入危险之中 五 耳根素面 耳根后面和耳朵内侧凹陷处 耳朵是经常被忽略的部位 用嘴刺激耳朵能让女性产生强烈的快感 亲摇耳垂 会让女性颤抖起来 也可以用双唇轻轻抚过女性的耳廓 或者用手指亲爱耳垂 将手指伸入耳内 挑逗效果都相当好 用胸部花点时间抚摸她的胸部 也急着触摸重点部分 轻轻触摸她的胸部 然后将手移开 留下时间让她动作 记住整个胸部上都布满了神经末梢 因此你完全可以通过刺激乳头之外的部位 达到使乳头挺起的目的 若急若离的动作 让她更渴望你的下一步动作 吸腹部门把手放在女人的腰上 轻轻地抚摸着 亲吻着她 有一种境遇的感觉 既很快又会有很多感觉会拥抱 这让女孩们有一种归属感 离此更加清洁 巴女族对于男孩来说 她们喜欢看长腿美女 脚是一个催人肋下的触摸位置 尽管除了特别敏感的大腿根部 所有人在脚的敏感区域都是不同的 这是你的赤脚 小腿甚至脚趾 火花很容易被点燃 相互靠近使与手指紧紧握在一起 手掌和指尖在神经系统中密集分布着毛细血管 当你们彼此靠近时 你可以握着美女的手 用手掌触摸或亲吻她们 女孩们都意识到你有多在乎自己 膝关节后侧是指腿部弯曲 膝关节侧后面有许多淋巴结和神经系统 这可能会特别敏感 会让女孩感到刺痛和发痒 也许这种感觉对女孩来说是非常相互的 亲吻让两个灵魂如痴如醉 亲吻让两个身体缠绵翡测 亲吻让彼此感受浓烈爱意 亲吻更要表达在意与关心 两性生活不是一个人的进攻战 而是两个人的你情我愿互相配合 只有心甘情愿 才能相容以沫到永久 在爱情之中 谁都希望自己能够遇到一个 执子之首与子偕老的人 从而与自己心爱的人走进婚姻 一起经营幸福的家庭 一起去遇见生活的美好 人与人之间 如果喜欢 自然是会有表达的方式 就会去靠见对方 去见对方 想要跟对方有多一点的相处时间 如果不喜欢一个人 自然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不会在对方身上浪费时间 而是学会拒绝 不让对方会错意 感情之中 女人的情感吊达 其实不会太举白 但是女人喜欢上一个人 其实也会出现一些表现 主动地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对方 所以女人把这四个隐私给你看 说明对你动真情了 很准意 她的心事跟你说 女人其实是有很懂顾虑的 还没真正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 对跟对方分享自己的心事 心事是关于自己的经历 关于自己的过去 关于自己对感情观念 关于自己的家庭等等 女人其实天生敏感 太多自己还没找到真正爱自己的人 就把自己所有的经历都多出来 对方听了之后 转身就走了 说跟自己不合适 这样对女人的打击是很大的 一旦女人认定你了 一旦女人觉得你就是那个对的人之后 才会找你出来 跟你深入去聊天 跟你分享自己的心事 当女人对你说到了这些时候 说她的情感经历 说她的原生家庭 说她的工作等等 对你真情流露 就是爱上你了 而她把情感经历都告诉你 一个女人也许在情胆上受过伤之后 就会变得很谨慎了 不会轻易对别人打开自己的心 只有真正遇到了合适的人之后 才会渐渐辈的治愈 才会主动跟对方谈起自己过去的经历 当女人遇到一个男人 能够成为她的避风港时 女人才觉得有归宿 才开始打开自己 跟对方说自己的过滤 希望看到男人对自己的态度 也看男人有没有介意 如果男人介意了 那么感情就到这里了 女人也不会勉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三 跟她生活的另一面给男人看 女人触底爱上一个男人之后 才会开始敢于在男人面前做自己 展现自己的另一面 也只要遇到了真爱之后 才能让自己尽情释放自己 当你愿意跟你去看她的家庭 愿意给你看到她生活的另一面 或是她喜欢去到一些地方做义工 或是去助能 或是在生活中完全是另一个人 跟工作上的她很不一样 就会让你感觉很惊喜 很意外从而更加喜欢她了 女人把自己的隐私给你看 其实就是在告诉你 她对你没有隐瞒 对你是透明的 次 她把自己规划和未来的期望告诉你 女人真的很喜欢你 其实也会比较主动一点的 她会向你表达自己的想法 她也想要跟你说关于自己的规划 自己喜欢在哪里工作 自己的事业心也会展现给你看 深色激情人珠的庄杰喜欢陈麦东 但是她也会告诉她 自己不会在老家久留的 还要到上海去拼事业 所以就告诉她能不能接受异地恋 但是庄杰又不想失去陈麦东 跟她订婚之后 就离开老家去工作了 就叫自己身边的人盯着陈麦东 从而间接联系陈麦东 女人跟你说自己的计划 其实是很在乎你 也大方表达你们之间的问题 只有积极面对和去解决 你们才能走到最后 总之女人 她把自己的隐私都给你看 说明她是认得爱了 请好好珍惜 爱这种东西 往往是一种感觉 爱的感觉是很奇妙的 看不见摸不着 即使一句不提爱 却句句都是爱 男人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即使嘴上不说 但是眼睛里会表达出来 爱一个人的时候 目之所及都是她 男人爱一个女人 眼里都是心疼 能够看得见她 珍惜她的好 会害怕失去她的 男人一旦失去自己爱的女人 就会无法自拔 爱情有时候来得太突然了 没有让人做好准备 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一个人 男人真心喜欢上一个女人的时候 其实会变得小心翼翼 有人说大大方方是友情 小心翼翼是爱情 男人在你面前变得很紧张 很小心翼翼 其实就是喜欢上你了 还会害怕失去你 才会小心 怕自己做不好 越是紧张 说明她对你看得很重要 当女人问她一些事情的时候 跟她聊天的时候 对视的时候 都会很紧张 男人真心喜欢一个女人的时候 其实会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 害怕因为自己不够优秀 而配不上她 而失去她 害怕对方离开自己 当男人把你当成了全世界 眼中只有你 心里只有你 只有你 为了你可以付出一起 那么她就是很爱你的 有一句话说 在没有遇到你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拥有爱情 在遇到你之后 以后就再也不能没有你 男人喜欢你 才会害怕失去 如果不够喜欢 就不会在乎失去 即使失去了 也不会伤心 当一个男人想要跟你长久在一起 想要一辈子都是你 那么她就变得很慌张 甚至连求婚都是很慌张的 生怕自己做得不够周到 生怕你不够惊喜 生怕你会拒绝 于是就准备了很久 真正爱你的男人 其实就会主动给你安全感 给你一个家 把你规划到自己的未来中去 想要跟你一起经营家庭 想要照顾你 跟你在一起一辈子 真正在乎一个人 才会害怕失去的 也正是害怕失去 才会很慌张 无法冷静 情绪很激动 只有她的出现 才会让自己变得冷静下来 以前一直不知道一个男人 真的爱一个女人会怎样 直到遇到我的先生 她迁就我的一切 哪怕是她喜欢吃的东西 只要我不喜欢 就不会出现在饭桌上 为了给我更好的生活 努力工作赚钱 我曾问她 你希望我是什么样的 她说不要我有所改变 她变成我喜欢的样子就好 只要我每天开心就行 如果一个男人彻底爱上你了 就会毫不犹豫 想要跟你结婚 结婚 一定会把你规划到自己的未来里去 跟你一起面对生活 跟你一起经历生活的一切 也为了你努力上进 想要给你一个更好的家 也许她没有那么多的甜言蜜语 也许她没有很多时间陪伴你 但她会珍惜你 会对你好 会为你努力 那么也是真爱 是值得托付的人 因为是你 所以她才改变自己 因为剩你 她才害怕失去 她会尽自己全部的能力去保护你 给你很多很多爱 这样的男人 一定要好好珍惜 我们常说 爱情中的高手都懂得隐藏自己 可真当爱意填满心间 那种热情怎么能被轻易忽视呢 当男人爱上你之后 即便她嘴上不说 可行为也是漏洞百出 因为她会克制不住地对你好 只要有你在的场合 她的目光也会下意识地追寻你 有很多傻女人喜欢主动询问男人 以为自己得了肯定答案就是爱 事实上 不管你在恋爱期间追问男人什么问题 她都会给你满意的答复 可是你敢保证她能说到做到吗 恐怕没有女人敢用自己的未来去赌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明白 一份男人 真正在乎你的表现 就是这个行为 不出两个人走到一起很容易 但是想要相处下去却非常难 因为并非你一个人热情地讨好 就能换来对方的爱意 而是你们双方都在努力 才能真正获得浪漫 而且在爱情中还有个冷知识 当男人更沾溢的时候 你们才更难分开 唐先生说 有不少女人觉得 我们男人只要情话说的够多 那就带掉真心 但实际上 我要是很喜欢一个女人 不管多忙 我都会抽出时间陪她 因为两个人要想长久交往 一定离不开互相陪伴和磨合 如果我一直和她异地恋 每天都微信聊聊天打打视频 那能稳定走下去吗 而且我们男人不是没时间 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 未知的女人花时间罢了 爱是需要付出时间的 那些口头上说爱你 可从不主动花时间来陪伴你的男人 十有八九是虚情假意 所以我们在和男人相处的过程中 首先就要看她愿不愿付出自己的时间 即便她再忙 只要心里有你 也会抽出时间来陪伴你 别不信了在感情中 越是不容易满足的女人 越是能够被珍惜呢 因为她不会轻易地让男人得到 更不会被男人的一颗糖缩哄片 王小姐说 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内心总是幻想着小说和电视剧里的爱情 觉得谈恋爱就应该找个自己深爱的男人 其他一切的苦难都能克服 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越来越发现 真正在乎你的男人 不会做了一点小事就攘着让全世界都知道 因为他的最终目的是打动你 让你心动 而不是为了感动他自己 的确有不少男人都说自己爱得深沉 可看到你偶尔的做作 他立刻就会表现出不耐烦 认为你无理取闹 但女人真的喜欢做作吗 归根究底 他们只是想在爱情里寻求安全感 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去试探对方的底线 直到确认自己真的被爱 他才会安心 因此你要知道 男人若是真的爱你 他会主动地花心思来讨好你 不会被一点点小困难给打倒 而且你能真切地感受到 对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令你愉悦 没有物质的爱情是一盘散沙 也许在学生时代 我们也曾幻想过友情赢水宝的浪漫 可踏入社会之后 你慢慢就会发现 一个不愿付出物质的男人 只是因为不够爱你 江先生说 我很爱我的女朋友 之前我们由于工作的原因不得不分居两地 我很怕女朋友会离开我 所以那段时间我每个月都会主动把工资交给女朋友 让他随便花 我就怕女朋友什么东西都不贪图我的 那我才是真的要失去他了 哪有什么舍不得花钱 当男人想留住你的时候 他就会掏空心思将你喜欢的东西送到你的面前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 也许我们会充满幻想 可成年之后成年之后 你就得明白 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爱情 就是一盘散沙 因为没有物质上的付出 对男人而言 他就毫无损失 你也得不到他真正的重视